我们先请陆寒给大家一点拍照的时间 好的 欢迎陆寒来到我们今天盛宴的现场 我们先请陆寒跟所有的朋友 以及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陆寒 那也是我们柯润的全球代言人 那今天我们既然有一个主题叫做 冬日快乐盛宴 乐享冬季 能不能请小陆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冬天想到的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我吗 我冬天的话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个现场我就很快乐 对 而且我比较喜欢冬天 比较喜欢冬天 对 我是比较喜欢冬天 因为我不太喜欢夏天出汗那种 对 所以比较喜欢冬天 但可能对于这个冬天 尤其是干燥性敏感肌的朋友来说 冬天就不是一个那么好过的日子 这个让肌肤能够保持水润 特别是我们知道作为艺人 可能平时化妆的场合也会特别的多 所以有没有什么冬日护肤的秘诀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肯定就是用客人的产品了 对 因为冬天的话就是皮肤会比较干燥 就为了保湿的话肯定也是要用客人的护肤的产品 对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小陆成为了我们代言人 一定对我们的产品有更多的了解 大家知道我们皮肤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神经先暗 对吧 对 就比较专业了 对 但其实要跟各位来说一下 无论是炎热还是这个特别寒冷的情况下 我们的皮肤可以抵挡外界的这些不好的环境 要依靠的都是我们皮肤当中神经先暗的成分 而花王集团也是最先来进行神经先暗研究的一个品牌 神经先暗 这个词就太专业了 所以你当时在成为代言人 然后在拍广告的时候 其实有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专业成分 对 有了解过 神仙般的欢喜 神仙般的 所以今天我们有神仙的现场 有神仙的血涡 我们有神仙的新品喷雾 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致力于神经先暗的研究 那所以今天我们即将带给大家的 我们全新的这个喷雾的产品 也是我们在神经先暗领域 研究过程当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 那马上要揭晓来一起带给大家 那不如我们能不能请小璐 先在现场给我们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请我们的李小姐拿上来一下 这个应该老朋友吧 因为我们1月4号有天猫首发 小璐应该已经用过了是吧 我们其实可以在手上来喷试一下 我知道大家以前应该有体验过各种喷雾 但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跟我们柯润以前的产品相比 它的这个分子的大小是原来产品的五十分之一 所以它会更加的细致 也更加利于我们的吸收 那刚刚陆寒向大家展示的就是 我们润进保湿喷雾型精华水 也是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惊喜新品 小璐能不能说一下使用感受 这是很舒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也试一下 其实这个作为女生 我们对于这种保湿类的产品用过的就更多了 所以我们很容易可能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知道 每一个产品它的特点在哪里 那首先它是那种清爽不腻的这种保湿效果 对 而且 就是很凉爽 而且也舒服 很舒服 而且 味道也还 就它没有什么刺激性的味道 所以应该是适合所有人的 因为可能它如果添了有太多的其他成分的话 也许有的香气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纳它 但是这一款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的 那既然刚刚我们已经在现场 让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 他真正使用上来的感受 马上我们就要来一起邀请陆寒 完成他正式和大家见面的发布仪式了 好不好 我们请小璐我们可以在台侧来 给舞台留一个布置的区域 好 好 我们可以在这边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那在大家布置的时候 我们要跟陆寒来聊一下 因为刚刚陆寒有讲到过 自己特别喜欢冬天 我们知道你本来很喜欢运动嘛 对对对 那在夏天的时候可以踢球啊 那在冬天的时候 有什么你特别喜欢的运动吗 冬天吧 冬天肯定 一般来说是滑雪 但是 我很少去滑雪 但冬天其实也可以踢球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室内的 对 所以冬天这个运动完了之后 对于皮肤下一步的护理就更重要了 对对对 因为冬天本身就很干燥 需要很多的保湿啊 这些产品来保护自己的肌肤 对 特别是在北京啊 这种北方的城市 可能保湿就更重要 对 就很多的这个朋友 如果是在南方的话 大家会觉得皮质皮肤 皮肤好像就已经很湿润了 但是如果在北方的话 可能像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神仙喷雾 这样的产品就更会受消费者的喜爱啊 好的 那现在我们的启动装置已经就绪了 马上我们要邀请到 花王上海产品服有限公司总经理 刚生太郎先生 以及天猫美妆类目总经理 Sindy女士 再次来到舞台上 我们和陆寒 共同来完成今天的启动仪式 来 有请三位 来 我们请单元站在中间 这样 我们既然今天是我们神仙佩雾目 第一次正式的亮相 我们请各位 就直接这个把它用 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 好不好 我说三二一 我们一起来好吗 三二一 在我这个角度都可以看到 它非常细腻的喷雾哦 我们共同迎来的是 柯润润镜保湿喷雾形 精华水的亮相 我们也期待着柯润品牌 与天猫品牌的合作 更加的顺利圆满 也希望和小鹿的合作 能够带给我们消费者 更多的惊喜 来 我们邀请三位 一起来拍张合影吧 好的 谢谢 谢谢钢城太郎先生 谢谢斯妮 两位请回座 两位请回座 我们请陆寒留步 今天我们主题 冬日快乐盛宴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 能够给大家营造一个 特别浪漫的氛围 比如说小鹿 有没有看到我们外面有 很有日本特色的这个雪屋 哦 我看到了 我也比较期待 能够去看一下这个雪屋 而且特别平时之前 我们可能在照片上 一些旅行攻略当中看到 对对对 这个晚上点起灯的时候 特别的浪漫 那我们请小鹿带领着大家 我们一起体验一下 好不好 我们特别搭了一个战道 看这边有不一样的雪屋 这个是乐鸡雪屋 乐鸡雪屋 感觉我们的摄影老师 把被之堵死了 小鹿要不要看看这边 有一个叫神仙雪屋的 这雪人你熟悉吗 雪人这儿 这个小雪人 这是TVC当时拍摄的时候 用过的吧 你小时候会比如什么 打雪仗堆雪人吗 冬天的时候 在北京现在最近也 很少能看到雪 就不像小时候 打雪仗的机会那么多了 对 也不像 以前小时候 就经常会去大学 最近好像北京很少 你打雪仗的水平怎么样 小时候 就是 反正我只往脸上扔 反正我只往脸上扔 就比较有致命的伤害 来来来 我们可以看看外面 还有一个这个 真的雪堆的 这边还有一个小雪屋 这边 这是雪堆的吧 这是真的雪搭的 这是真的雪搭的 小时候不怕冷 就是传雪球 手都冻僵了 可高兴了 你会平时比如小时候去石下海滑冰啊 什么北大滑冰之类的会吗 没有 石下海那边没有去 我因为太远了 我就是我住海淀那边太远了 你去北大啊 北大滑冰啊 其实我从我们下到北大也不远 我一般都是 就在月儿 就在月儿里玩雪 对 月儿里玩雪 但小时候下雪就已经很开心了 对对对 但是这个真的 物真雪搭的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营造的也是希望能够让所有的朋友一起去享受冬天的快乐 那我们的活动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 马上也要过春节了嘛 我们能不能请陆寒跟我们所有客人的粉丝 也跟自己的粉丝来送上冬天的祝福 春节的祝福 好 在这里希望祝大家春节快乐 对 然后以后希望2021年所有人都能够健康最重要 我觉得健康最重要 其次就是幸福 对 谢谢 谢谢小陆的祝福 那在这里我们还要告诉所有的朋友 我们柯润的官方旗舰店超级品牌日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关注柯润 关注1月16日的柯润天猫超级品牌日 我们有冬日限定礼盒等你来够 那到时候呢 大家还会在当中看到小陆的周边 期待大家持续的 我们的代言人陆寒真是非常的帅气